首先把卫星发射到近地轨道 让它做一个匀速 眼中运动 怎样实现让这个小岩变成一个椭圆 需要在这个位置对卫星进行加速 那怎样对卫星进行加速 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点火 点火的目的就是增加卫星的速度 在卫星由近地点向远地点运动过程中 它的速度其实是变化的 应该在逐渐的减小 当运动到远地点的时候 它的速度已经减到最小 此时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 这个卫星将永远做一个椭圆运动 如果在这个位置 我们对卫星再次进行加速 就可以使卫星跑到更高的轨道 可见 要想使卫星由近地轨道 变到更高的轨道 我们需要经过两次点火 而每次点火的目的 就是增加卫星的能量 或者是增加卫星的速度 这就是变轨发射的本质 在变轨发射的过程中 同学们要明确里面的速度变化情况